起玄意敦赃 尽柔照燕茂 凡五年 高宗天皇大圣大洪孝皇帝下永存元年人物 公元682年春 二月 坐万全宫于蓝田 鬼位 改元 涉天下 物武 立皇孙重召为皇太孙 上玉令开府至辽署 问吏部郎中王方庆 对约 尽及其皆常立太孙 其太子官署即为太孙官署 未闻太子在东宫而更立太孙者也 上约 自我作骨 可乎 对约 三王不相习礼 何为不可 乃奏至师父等官 继而上以其非法 尽不补寿 方 姓 侯之曾孙也 名称 已自行 西突厥阿什纳车不率 时姓返 夏 四月 贾子朔 日有时之 尚以关中积锦 弥斗三百 将姓东都 丙吟 发经诗 刘太子监国 使留人鬼 裴炎 薛元超辅之 时出性仓促 护从之是有恶死于中道者 上绿道路多草窃 使监察玉使为园中减孝车价前后 园中受召 其月是赤献玉 得道义人 神才语言易于众 命是智固 习官带 成义以从 与之共食素 拖以节道 其人孝许诺 笔集东都 驶马万树 布 王毅前 新卫 以礼部尚书文喜县公培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 帅右金吾将军 颜淮旦等三总管分道讨西突厥 师卫行 行俭轰 行俭有之人之箭 初为吏部侍郎 前进士王聚 咸阳为鸾成苏卫道皆为之名 行俭一箭 卫之曰 二军后当相赐长权衡 普友若兮 愿以为托 适时拒地博与华阴阳炯 范阳如赵林 义乌若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 撕裂少长博李敬全由众之 以为必显达 行俭曰 行俭曰 试之志远者 当先弃师而后才异 博等虽有文华 而浮躁浅路 其想绝路之弃邪 杨紫梢沙沙沈靖 应至令长 于得令中性矣 继而博渡海堕水 迥忠于迎川令 赵林厄及不遇 赴水死 兵王返朱 聚 未到皆典选 如行俭严 行俭为将帅 所隐偏皮如成雾亭 张前旭 王芳亦 刘靖 信同 李多作 黑尺长之 后多为名将 行俭长命左右取西角 赦香而失之 又吃赐马吉安 令使者持咒 马倒 安破 二人皆逃去 行俭使人召还 未曰 尔曹接乌尔 何相亲之甚也 代之如故 破阿使纳都知 得马脑盘 广二尺鱼 已是将士 君力王修裂捧盘升阶 跌而碎之 惶恐 叩头流血 行俭效约 尔非故为 何至于是 无负有追悉之色 赵死都知等资产金器三千余物 杂处称是 并分给亲故及偏皮 数日而尽 阿使纳车薄为公月城 安息都护王方义引君救之 破鲁重于伊利水 斩首千余吉 俄儿三姓烟面与车薄和兵聚方义 方义与战于热海 流史冠方义弊 方义以配刀截之 左右不之 所将胡兵谋直方义以应车薄 方义之之 西照慧义 阳出君子赐之 以赐引出斩之 慧大风 方义阵筋骨已乱其声 诸七十余人 其涂抹之绝 继而分浅必将其车薄 湮灭 大破之 秦奇球长三百人 西突绝碎平 严怀弹等进步行 方义寻千夏周都度 征入 一边市 上见方义依依有雪字 问之 方义具对热海苦战之状 上市窗探息 竟已废后尽数 不得用而归 已有 车架至东都 丁亥 以皇门侍郎尹穿郭代举 兵部侍郎曾长倩 秘书员外少监 简校中书侍郎古城郭正一 吏部侍郎古城魏玄童 并与中书门下同承受禁止平章式 上欲用代局等 未催之温约 代局等资认尚浅 且令欲文正式 未可与清等同名 自是外思四品以下之正式者 实以平章式为名 常倩 文本之兄子也 先是 玄童为吏部侍郎 上言权选之臂 以为 人君之体 当委任而则成功 所为者当 则所用者自今已 故周穆王命伯炯为太仆正 曰 善解乃辽 事使群司各自求其小者 而天子命其大者也 乃至汉士 得人皆自周献补蜀 无辅辟照 然后生于天朝 自为 近以来 使专为选部 赴以天下之大 是人之众 而伟之树人之手 用刀笔以量才 暗部书而查形 见使平如权衡 名如水镜 游历有所及 照有所穷 旷所为非人而有余暗阿斯之必乎 怨略一周 汉之归以旧位 禁之诗 书奏 吴纳 五月 丙武 东都淋雨 乙卯 落水溢 逆民居千渝家 关中仙水厚汉 黄 既以吉一亿 米斗四百 两经间死者相枕于鹿 人相识 上纪封泰山 御辩封五月 秋 七月 坐奉天公于嵩山南 监察玉 十里行立善感见约 陛下封泰山 澳泰平 至群瑞 宇三皇 五帝比龙矣 数年以来 疏速不忍 恶嫖相望 四宜交亲 冰车岁驾 陛下一宫莫私道以仰灾浅 乃更广淫宫是 劳役不休 天下莫不失望 臣田被国家耳目 妾以此为忧 上虽不纳 亦幽容之 自处岁良 含怨之死 中外以言为慧 无敢逆意之见 继二十年 极善敢使见 天下皆喜 未知奉明朝阳 上前患者原将洗一竹 御植院中 患者科周在竹 所在纵报 过荆州 荆州长 使苏良寺求知 上书怯见 以为 致远方异物 烦扰道路 恐非圣人爱人之意 又 小人妾弄微服 亏损黄明 尚未天后约 无约束不言 果为梁寺所怪 守照未遇梁寺 令气竹江中 梁寺 市长之子也 前周都督谢又西天后义 逼凌凌王明令自杀 上身西之 前府官署皆作免官 又后请于平阁 与碧妾施于人共处 夜 施其手 垂拱中 明子凌凌王俊 离国公结为天后所杀 有思及其家 得右手 妻为晦气 提云谢又 乃知名子史刺客 取之也 太子留守经诗 颇事尤田 薛元超上书归贱 上文之 遣识者为劳元超 仍照赴东都 普波江论亲邻寇者 松 一等周 赵左销为狼江礼笑意 又为狼江为菩山发琴 为等周兵分道御之 东 十月 丙寅 皇门侍郎 侍郎刘刘锦仙同中书门下平章是 誓岁 突厥于党阿史纳谷赌路 阿史德元珍等朝籍王散 据黑沙城返 入寇并周及丹于府之北境 沙兰州刺史王德茂 又领军卫将军 简教带周都督薛仁贵将兵姬元珍于云州 鲁问唐大将 为谁 应之曰 薛仁贵 鲁曰 吴文仁贵流向周 死久矣 何以待我 仁贵免周世之灭 鲁相顾失色 下马列拜 稍稍隐去 仁贵阴奋鸡 大破之 斩首万鱼籍 捕鲁二万鱼人 浦波入寇和援军 军使楼师德将兵姬之于白水剑 八战八截 尚以师德为比布园外郎 左销位郎将 和援军经略赴史 曰 清有文武才 物辞也 红道元年鬼位 公元六八三年春 正月 甲武朔 上行庆奉天宫 二月 耕武 铺绝扣定周 四 使货王元轨迹雀之 以害 复扣归周 三月 耕吟 阿什纳谷赌路 阿什德元珍为单于都护府 执司马张琴师 杀之 遣圣周都督王本利 下周都督李崇义将兵分道就之 太子又恕子 红中书门下三品里一眼改葬父母 使其旧是千旧目 上闻之 怒曰 一眼已是 乃灵其旧家 不可复之正是 一眼闻之 不自安 已足及起骸骨 庚子 以一眼为银青光路大夫 智氏 鬼丑 守中书令催之温轰 下 四月 己卫 车驾还东都 隋州 部落鸡百铁鱼 埋同佛于地中 久之 草生其上 带其乡人曰 无与此树见佛光 择日极重绝地 果得之 音约 得见圣佛者 百极皆欲 远近赴之 铁鱼以杂色囊圣之数十重 得后施 乃去一囊 数年间 归信者众 遂谋作乱 据成平县 自称光明圣皇帝 至百官 进宫随德 大兵二县 沙官吏 焚民居 前右五位将军乘务庭与下周都督王芳一讨之 甲申 公拔其成 秦铁鱼 于党七平 五月 更吟 上信方贵宫 至河壁宫 玉大宇儿 环 以四 扑绝二十纳古堵路等寇卫州 沙次使李思捡 丰州都督崔志便将兵邀之于朝那山北 兵败 为鲁索秦 朝一御废丰州 迁其百姓于林 下 丰州司马唐修景上言 以为 丰州组合为故 居贼冲耀 自秦 汉以来 列为郡县 土一耕目 随即丧乱 千百姓于明 庆二州 至葫芦身亲 以灵 下为边境 贞观之末 牧人时之 西北史安 金费之则河滨之地 富为贼有 灵 下等州人不安夜 非国家之利也 乃止 六月 不缺别不扣略 兰州 天江洋权鸡鸡走之 秋 七月 吉丑 丽皇孙仲敷为唐昌王 庚臣 照以今年十月有事于松山 寻以上不遇 改用来年正月 贾臣 喜相王伦为遇王 庚明诞 中书令兼太子左树子薛元超柄音 起海谷 许之 八月 吉丑 以江峰松山 照太子赴东都 刘唐昌王伦仲敷手经诗 以流人鬼为之父 东 十月 吉卯 太子赐东都 鬼亥 车架姓奉天公 十一月 丙须 照罢来年封松山 尚及圣故也 尚苦头众 不能是 赵氏 依秦明赫枕之 明赫请自投出血 可遇 天后再连终 不遇上极欲 怒曰 此可斩也 乃欲于天子投赐血 明赫叩头请命 上曰 但次之 未必不佳 乃次百会 恼护二学 上曰 无目似明以 后举手加额曰 天赐也 自负财白皮以赐明赫 不须 以右五位将军乘务挺为丹于道安抚大使 昭讨阿什纳谷赌路等 赵太子监国 以裴言 刘景仙 郭正一监东宫平章是 上次奉天公吉慎 宰相皆不得见 丁卫 环东都 百官见 于天津桥南 十二月 丁寺 改元 设天下 上遇遇则天门楼宣设 气泥不能乘马 乃照百姓入殿前宣之 事业 照裴言入 受遗照辅政 上崩于贞观殿 遗照太子旧前即位 军国大使有不绝者 兼取天后禁止 费万全 方贵 奉天等宫 更申 裴言奏太子为即位 未应宣是 有要素处分 望宣天后令于忠书 门下施行 甲子 忠宗即位 尊天后为皇太后 正是贤取绝焉 太后已则周次使寒王元家等 帝尊望重 恐其为辩 并加三公等官已为其心 甲虚 以流人鬼为左仆设 培言为中书令 悟淫 以流景先为室中 故室 宰相于门下省义室 未知正是堂 故长孙无忌为司空 房玄陵为仆设 魏征为太子太师 皆知门下省市 及培言签中书令 使签正是堂于中书省 人武 前左威为将军王果 左尖门将军灵狐志通 右金吴将军杨玄俭 右千牛将军郭其宗分网并 义 经 杨四大都督府 于府司相知镇守 中书侍郎同平章使郭正一为国子祭久 霸正是 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上 光宅元年贾身 公元六八四年春 正月 贾身朔 改元四圣 设天下 立太子妃为侍为皇后 拙后赴玄珍自浦州参军为玉州赐史 鬼四 以左三纪常世杜林为宏敏为太府卿 同中书门下三品 中宗欲以为玄珍为世忠 右欲受儒母之词无品观 裴言故争 中宗怒约 我以天下语为玄珍 何不可 而西式忠邪 言句 白太后 密谋费力 二月 戊武 太后几百官于前元殿 裴言与中书侍郎刘一之 与林将军乘务挺 张前旭乐兵入 宫 宣太后令 费中宗为庐陵王 伏下殿 中宗曰 我何罪 太后曰 如玉以天下语为玄珍 何得无罪 乃忧于别所 几位 立雍州慕玉王但为皇帝 正是决于太后 居锐宗于别殿 不得有所欲 立玉王妃流氏为皇后 后 得威之孙也 有非其实于人隐于房取 义人言 向之别无勋赏 不若凤庐陵 义人起 出意北门告之 坐未散 皆补得 戏与林玉 言者斩 予以知返不告皆角 道者除无品官 道密之端自此心以 仁子 义永平郡王 承契为皇太子 瑞宗之长子 赦天下 改缘文明 更申 费皇太孙重兆为庶人 命留人鬼专之西京留守事 留为玄珍于青州 太后与留人鬼书约 谢汉以关中之事为萧和 金托公义游是以 人鬼尚书 此以衰老不堪居守 因臣吕后 祸拜之事以身归戒 太后使秘书兼五乘四姬喜书 未遇之约 今以皇帝亮岸不言 秒身且待亲政 远劳劝戒 赴辞衰及 又与吕是见吃于后代 路 产一祸于汉朝 以玉良申 贵位交集 供忠贞之操 忠使不 于 靖直之风 古今寒笔 初闻词语 能不枉然 静而思之 世卫归境 旷宫先朝旧得 侠耳俱瞻 愿以匡旧为怀 无以慕年至寝 新有 太后命佐金吴将军 求神机一八周 简孝顾太子贤宅 已被外于 其时封使杀之 神机 行宫之子也 贾子 太后遇武成殿 皇帝率王公以下上尊号 丁卯 太后林轩 前礼部尚书五成四 册四皇帝 自时太后常遇子臣殿 师残子杖以世朝 丁丑 以太常清 简教育王府掌使王得真为世忠 中书侍郎 简 孝顾 孝顾王府司马刘一之 同中书门下三品 三月 丁亥 习起王上今为毕王 陀阳王宿结为阁王 求神机至八周 幽顾太子贤于别世 逼令自杀 太后乃归罪于神机 物须 举哀于显浮门 辩神机为谍周四史 己亥 追风贤为雍王 神机寻附入为左金吴将军 下 四月 太府一同三司 梁州都督腾王源英轰 新有 喜毕王上今为则王 拜苏州赐使 阁王宿结为许王 拜将州赐使 鬼有 迁卢陵王于房州 丁丑 又迁于君州故蒲王宅 五月 丙申 高宗陵驾西桓 润月 以礼部尚书五成四为太常青 同中书门下三品 秋 七月 雾武 广州都督陆元瑞为昆仑所杀 元瑞暗诺 辽蜀自衡 有商博至 辽蜀亲于不已 商胡宿于元瑞 元瑞所加 玉戏至之 群胡怒 有 昆仑仑秀建直登厅是 沙元瑞及左右识于人而去 五感尽者 登州入海 追之不及 温州大水 留四千于家 扑掘二十纳古堵路等寇朔州 八月 更吟 藏天皇大帝于乾隆 庙号高宗 初 上书左成 逢元常为高宗所尾 高宗晚年多吉 百思奏式 美曰 阵体中不佳 可与元常平章以文 元常常密言 中宫威权太重 宜烧易损 高宗虽不能用 身以其言为然 即太后称至 四方征言福瑞 松阳令凡文献瑞时 太后命于朝堂式百官 元常奏 壮设产诈 不可污往天下 太后不悦 初为龙舟赐使 元常 子从之曾孙也 禀武 太常清 同中书门下三平五成四霸为礼部尚书 或周大水 留二千余家 九月 甲银 涉天下 改元 旗帜皆从金色 八平以下 就扶清者更扶弊 改东都为神都 功名太初 又改上书省为文昌台 左 又蒲设为左 右相 六曹为天 第四十六关 门下省为鸾台 中书省为凤阁 市中为纳严 中书令为内史 御史台为左宿正台 增至右宿正台 其于省 四 兼 率之名 西以异类改之 以左五位大将军乘务挺为丹于道安抚大使 已被突厥 五成四请太后追王其祖 立武士七妙 太后从之 裴炎建曰 太后母邻天下 当事志工 不可思愈 所亲 独不见旅士之拜乎 太后约 吕后以权为生者 顾及于拜 今无追尊王者 何商乎 对约 是当防威度见 不可长耳 太后不从 己四 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为鲁进宫 彼为夫人 高祖居长为太尉 北平公宿王 曾祖俭为太尉 金城义康王 祖华为太尉 太元安城王 考试约为太师 魏定王 祖彼皆为妃 裴炎游士得罪 又坐五代祠堂于闻水 时诸五用事 唐宗士人人自危 众心愤婉 会每周四十英公里 敬业及地周师令 敬由 给 世中堂之旗 长安主部落兵王 詹事司职度求人皆做事 敬业扁柳州司马 敬由免官 知其扁阔苍令 兵王 敬临海城 求人 敬依令 求人 正伦之旨也 周师卫为斯温常为御史 父辈处 皆会于扬州 各自以师之愿望 乃谋作乱 以匡妇如陵王为辞 斯温为之谋主 使其党监察御史薛仲章求奉使江都 令雍州人为超义仲章告辩 于扬州长使陈敬之谋反 重章收敬之细域 居树日 敬业承传而至 绞称扬州司马来之官 于凤密旨 以高州酋长 逢紫游谋反 发兵讨之 于是开府库 令是曹参军李宗臣就前方 屈求徒 工匠数百 兽以甲 斩敬之于细索 陆氏参军孙处行聚之 义战以训 辽力无感动者 遂起义州之兵 复称四圣元年 开三府 义约匡妇府 二约英公府 三约扬州大都督府 敬业自称匡妇府上将 领扬州大都督 以知旗 求仁为左 又长使 宗臣 仲章为左 又司马 司温为军师 兵王为济士 循日兼得圣兵十余万 以席州县 略约 伟临朝武士者 人非温顺 帝时寒威 西冲太宗下陈 常以更衣入世 几乎晚节 会乱春宫 命引先帝之思 因徒后庭之毕 见缘后于徽嫡 现无君于俱忧 又曰 沙子徒凶 是君振母 人神之所同吉 天地之所不容 又曰 包藏祸心 妾亏神弃 君之爱子 忧之于别宫 贼之宗盟 伟之以重任 又曰 义婆之土未干 六耻之孤安在 又曰 是观今日之狱中 竟是谁家之天下 太后见习 问曰 谁所为 或对曰 若兵王 太后曰 宰相之过也 人有如此才 而使之流落不呕乎 敬业求得人冒类顾太子贤者 戴仲云 贤不死 王在此城中 令无属举兵 因奉以号令 楚州司马里重复帅所不三线 因敬业 须宜人 流行举 独具现不从 敬业潜其将未持昭公须宜 行举 俱确之 照以行举为游姬将军 以其地行识为楚州司矢申 以左遇前卫大将军礼 效益为扬州道大总管 将兵三十万 以将军礼之室 马敬臣为知父 以桃礼敬业 五成四语 从副帝又为将军三四以含王原家 鲁王灵魁蜀尊 为众 屡劝太后殷氏诸之 太后谋于执政 流依之 为四千皆无言 内使陪言独顾征 太后谋于不悦 三思 原庆之子也 及礼敬业举兵 薛仲章 言之声也 言欲是贤侠 不及及亦诸讨 太后问济于言 对曰 皇帝年长 不亲政事 顾恕子得以为辞 若太后反政 则不讨自评 监察玉使蓝田催察文之 上言 言受故托 大权在己 若无意图 何顾请太后归正 太后命左肃正大夫金城千卫道 是欲使立阳于承夜居之 收言下狱 言备收 辞弃不屈 或劝言训辞以免 言曰 宰相下狱 安有权理 凤阁涉人李景臣正言必反 刘景仙及凤阁侍郎一阳胡元范接曰 言 涉己元臣 有功于国 悉心奉上 天下所知 臣感名其不反 太后曰 言反有端 顾卿不知耳 对曰 若裴言违反 则臣等亦反也 太后曰 振知裴言反 知卿等不反 文武兼正言不反者慎重 太后皆不听 讹并颈先 原犯下狱 丁亥 以千位道 简校内使同凤阁鸾台三品 李景臣同凤阁鸾台评章是 魏斯温说 李静业曰 民工以匡父为辞 宜率大众古行而尽 直指洛阳 则天下之功至在秦王 四面响应以 薛仲章曰 金陵有王器 且大将天险 足以为故 不如先取长 润 未定罢之机 然后北向以图中原 尽无不利 退有所归 此粮侧也 斯温曰 山东豪杰以武士专制 奋婉不平 文工举世 皆自征卖饭为粮 身除为兵 以四南军之制 不成此事已立大功 乃更续缩 欲自谋朝学 远近闻之 其谁不解体 敬业不从 使唐之其首 将都 将兵度将功润州 斯温为度求人约 兵是何则强 分则弱 敬业不并力度怀 收山东之众以取洛阳 败在眼中以 仁臣 敬业献润润州 直次是李斯文 以李宗臣代之 斯文 敬业之书父也 知敬业之谋 先前使尖道上辩 为敬业所供 聚首九支 立趋 立趋而现 斯文请斩以训 敬业不许 为斯文曰 疏党于武士 以改姓武 润州司马流言四不将 敬业将斩之 斯文就之 得免 与斯文皆求于狱中 流言四 神里从父弟也 去阿令和兼隐 原真隐兵就润州 战败 为敬业所供 林以白刃 不屈而死 秉申 斩培严于都庭 严将死 故兄弟曰 兄弟官皆自治 严无分毫之力 今作严流窜 不亦悲乎 其眉其家 无单时之处 流景先扁朴州刺史 又扁陈州刺史 胡元泛流 穷州而死 陪严弟子太朴四成纏先 年十七 上丰侍请见严氏 太后召见 劫之曰 辱伯父谋反 上和言 纏先曰 臣为陛下化继尔 安敢诉冤 陛下为李氏父 先帝弃天下 巨揽朝政 便亦四子 疏斥李氏 风重诸武 陈伯父忠于社稷 反污以罪 陆己子孙 陛下所为如是 陈时兮之 陛下早已父子明弼 包枕身居 则宗族可权 不然 天下一变 不可复就已 太后怒曰 胡白 小子敢发此言 命引出 咒先反顾曰 金用辰言 尤未晚 如是者三 太后命于朝堂杖之一百 长流郎州 言之下狱也 郎将将四宗使至长安 流人鬼问以东都市 四宗曰 四宗觉陪言有益于长久以 人鬼曰 使人觉知也 四宗曰 然 人鬼曰 人鬼 有奏事 怨父使人以闻 四宗曰 末 明日 受人鬼表而还 表言 四宗之陪言反不言 太后懒之 命拉四宗于殿庭 角于都庭 丁有 追消李敬业足考官爵 发肿酌观 父姓徐氏 李景臣霸为斯宾少卿 已幼十五康沈军亮 著作狼崔茶为政见大夫 同平章是 徐静夜闻李孝义将至 自润周回军聚之 鹏高游之下阿西 使徐静游逼淮英 别将为超 为迟昭屯都梁山 李孝义君至临淮 天将雷人至宇静夜战 不利 孝义聚 暗兵不敬 监君殿中 使徐使魏园中 为孝义曰 天下安危 再姿一举 四方成平日久 忽闻狂角 助心轻而以似其诛 今大君久留不尽 远近失望 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以待将军 将军何此以逃斗挠之最乎 孝义乃引君而前 仁淫 马敬臣积斩未迟昭于都梁山 十一月 辛亥 以左阴阳大将军黑尺长之为江南道大总管 好敬业 为超雍众聚都梁山 诸江皆约 超平显自雇 事无所失其勇 其无所斩其足 且穷寇死战 公之多杀士族 不如分 兵守之 大军职去江都 赴其朝学 知度使薛克购曰 超虽巨险 其众非多 今多留兵则前军是分 少留兵则终为后患 不如先机之 其事必举 举都梁 则怀阴 高游望风瓦解矣 为园中请先机徐静游 诸江约 不如先攻静业 静业拜 则静游不战自勤矣 若机静游 则静业引兵就知 师父备受敌也 袁中约 不然 贼之精兵 尽在下啊 务合而来 立在一绝 万一失利 大事去矣 竟游出于博图 不习军事 其重单弱 人情一摇 大 君临之 驻马可客 竟也虽欲就知 继承必不能及 我客静游 承胜而尽 虽有寒 白不能当其封矣 今不先取弱者而聚攻其强 非继也 效益从之 引兵机超 超夜盾 近机静游 静游脱身走 更身 静夜乐兵祖西聚首 后军总管苏孝祥夜将五千人 以小周渡西先机之 兵败 孝祥死 士族赴西宁死者过半 左抱涛为国义 于阳城三郎为敬业所勤 唐之其代其重约 死里孝义也 将斩之 三郎大呼约 我国义城三郎 非礼将军也 关军今 大志乙 尔曹破在朝夕 我死 妻子受荣 尔死 妻子寂寞 尔中不及我 遂斩之 孝义等诸君济制 战术不利 孝义拒 欲隐退 魏缘忠语行军管纪流之柔言于孝义曰 风顺狄干 死火攻之力 故请决战 敬业至阵祭久 士族多疲倦故忘 朕不能整 孝义尽击之 因风纵火 敬业大败 斩首七千级 逆死者不可圣祭 敬业等轻其走入江都 窃妻子奔润州 将入海奔高丽 孝义进屯江都 分浅诸江追之 遗丑 敬业至海灵界 祖风 其将亡 那乡斩敬业 竟由吉洛宾王首来将 于党堂之旗 魏斯温皆补得 传守神都 阳 润 楚三周平 陈月论约 敬业苟能用魏斯温之策 直指和 洛 专以匡妇为事 纵君拜深路 亦忠义在焉 而望兴金陵王气 誓真为叛逆 不败何代 敬业之旗也 明敬由江兵五千 寻江西上 略地河州 前洪文管职学士 立阳高子贡帅乡里数百人拒之 竟由不能期 以功拜朝散大夫 成君助教 丁卯 郭代举霸为左庶子 以鸾台侍郎为方志 为凤阁侍郎 同 平章侍 方志 云启之孙也 十二月 刘景仙 又贬集周园外长使 郭代局贬月周四使 初 裴炎下狱 丹于道安府大使 左五位大将军乘物亭秘表身礼 由氏五指 悟庆夕以堂之旗 度求仁善 获赠之约 悟庆与裴炎 徐敬业通谋 鬼卯 前左阴阳将军裴少爷及军中斩之 其眉其家 吐绝闻悟庆死 所在燕影相庆 又为悟庆立此 美出诗 必导之 太后以下周都督王芳亦与物亭连职 塑向亲善 且废后尽属 征下狱 刘牙周而死 垂拱元年已有 公元六八五年春 征月 丁卫朔 涉天下 改元 太后以徐斯文为忠 特勉原作 拜斯普少卿 未曰 敬业改清姓武 镇金不复夺也 更须 以千位道守内使 悟臣 文昌左相 同凤阁鸾台三品乐成文献功留人鬼轰 二月 鬼位 至 朝堂所至登文古集费时 不须防守 有抓古历使者 令玉使寿壮以文 以四 以春观上书五成四 秋观上书陪居道 又宿正大夫维斯千并同凤阁鸾台三品 忽 绝阿石纳古堵路等数寇边 以左遇前卫中郎将纯于处平为洋曲道行军总管 姬之 郑建大夫 彭平章是沈军亮坝 三月 郑建大夫 彭平章是崔茶坝 丙臣 千卢陵王于房舟 新有 五成四霸 新卫 班垂拱格 朝市有左千亿宰相自诉者 内使千卫道曰 此太后处分 同中书门下三品留一之曰 原作改观 由臣下奏请 太后闻之 夏 四月 丙子 免魏道为青州赐史 嘉一之太中大夫 魏氏臣曰 君臣同体 启德归恶于君 隐善自取乎 鬼位 突厥后代州 淳于处平引兵就之 至新州 魏突厥所败 死者五千余人 五月 丙武 以陪居道为内使 纳言王德珍流向周 己有 以东关尚书苏良寺为纳言 人须 至内外九品以上几百姓 贤令自取 人身 为放置同凤阁鸾台三品 六月 天关尚书为代驾同凤阁鸾台三品 代驾 万时之凶也 红罗 扑顾等诸布盘 前左宝涛为将军刘靖同发和西其事出居沿海以讨之 红罗 扑顾等 皆拜散 是乔治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纳祥者 秋 七月 己有 以文昌左城魏玄同为鸾台侍郎 同凤阁鸾台三品 赵自金四天地 高祖 太宗 高宗皆配作 用凤阁涉人员万卿等之一也 九月 丁卯 广州都督王国逃返辽 平之 东 十一月 鬼卯 命天关尚书为代驾为 燕然道行军大总管 以讨突厥 出 西突厥新西王 既往厥克汗祭死 实姓无主 部落多散王 太后乃酌新西王之子左报 鸾桃位义府中郎将元庆为左裕前卫将军 监坤陵都护 习新西王 克汗压出多路部落 临台正字设红陈子昂上书 以为 朝廷前使寻查四方 不可认非其人 即次使 县令 不可不择 比免百姓疲于军旅 不可不安 其略曰 夫使不择人 则处斗不明 刑罚不忠 横党者尽 真执者退 徒使百姓修士道路 纵往迎来 无所义也 燕曰 欲知其人 观其所使 不可不慎也 又曰 宰相 陛下之父亲 四使 县令 陛下之手足 未有无父亲手足而能独离者也 又曰 天下有危机 祸福 因之而生 激净则有福 激动则有助 百姓是也 百姓安则乐其生 不安则倾其死 倾其死则无所不至 妖逆成信 天下乱矣 又曰 随阳帝不知天下有危机 而信贪命之臣 既收以敌之力 足以灭亡 其为阴贱 岂不大灾 太后修固百玛寺 以僧怀义为寺主 怀义 护人 本姓逢 明小宝 漫耀洛阳氏 因千金公主已尽 得姓于太后 太后御令出入尽中 乃度为僧 明怀义 又以其家寒威 令与驸马都尉薛绍合足 命绍以继父士之 出入 成御玉马 患者识余人是从 誓民欲知者皆奔毙 有禁知者 则抓其手流血 伟之而去 任其生死 见道士则及亦欧知 仁坤其发而去 朝贵皆仆福礼业 五成四 五三四皆知同仆之礼已是知 为之之配 怀义是之若无人 多具无赖少年 度为僧 纵横犯法 人莫敢言 又台欲使逢思续履以法省之 怀义欲思续于徒 令从者欧之 积死 垂拱二年禀须 公元686年春 正月 太后下诏附证于皇帝 瑞宗之太后非成亲 奉表顾让 太后复临 朝称至 新有 涉天下 二月 新未朔 日有时之 又为大将军李孝义即刻徐敬业 声望甚重 五成四等恶之 恕赠于太后 左迁诗周次使 三月 悟深 太后命诸同为鬼 至之朝堂 已受天下表书名 其东约言恩 献赴诵 求世禁者投之 南约 召见 严朝政德诗者投之 西约 深渊 有冤意者投之 北约 通玄 严天象灾变及军机密记者投之 命证鉴 补缺 十一亿人掌之 先则实观 乃听头表书 徐敬业之反 也 是遇使于成业之词保家教敬业坐刀车己母 敬业拜 谨得免 太后遇周知人间事 保家尚书 请诸同为鬼已受天下密奏 其器共为仪式 中有四格 上各有窍 已受表书 可入不可出 太后善之 为己 其愿家投轨告 保家为敬业做兵器 杀伤官军慎重 遂服诸 太后自徐敬业之反 以天下人多图己 又自已久专国事 且内行不正 知宗事大臣愿望 心不服 欲大诸杀以为之 乃圣开告密之门 有告密者 臣下不得问 皆给一马 公无品实 使 义行在 虽农夫乔人 皆得照见 领于客馆 所言或称旨 则不似除官 无使者不问 于是四方告密者封起 人皆众族秉息 有胡人所原理 知太后亦 因告密照见 卓为游姬将军 令案治愈 原理性残忍 推议人必令引数十百人 太后恕照见赏赐以张其全 于是上书都市长安周兴 万年人来郡臣之徒孝之 纷纷记起 兴磊谦至秋冠侍郎 郡臣累迁至 御史忠诚 乡与私处无赖数百人 专以告密为是 御县一人 折令述处据告 事状如一 郡臣与私 行平是洛阳万国郡共传罗之经数千言 教企图网罗无辜 知诚反状 构造布置 皆有之劫 太后得告密者 折令原理等推之 尽为殉求库法 作大家 有定百卖 铺地吼 死诸愁 求破家 反世时等名号 或以船官手足而转之 为之凤凰晒赤 或以物伴其妖 隐家向前 为之驴居拔掘 或使跪捧家 雷辟其上 为之仙人献果 或使利高目之上 隐家伟向后 为之御女登梯 或到玄石坠其手 或以簇冠笔 或 以铁圈骨其手而加歇 至有恼裂随出者 美的求 折仙臣其谢据已是之 皆战力流汗 望封紫乌 没有设令 郡臣折令玉族先杀众求 然后宣誓 太后以为忠 义宠认之 忠外为此数人 甚于虎狼 临台正字陈子昂尚书 以为 执事者急需敬业手乱畅祸 江西奸园 揪其党羽 遂使陛下大开诏域 重设言行 有记涉嫌疑 辞相逮隐 莫不穷补考案 至有奸人淫祸 成险乡乌 纠告疑似 忌图绝赏 恐非罚罪调人之意也 臣妾官当今天下 百姓司 安久矣 顾扬周够逆 带有五旬 而海内艳然 仙臣不动 陛下不误玄莫以救疲人 而反任威行以失其望 臣于暗昧 妾有大祸 福建诸方告密 求类百千倍 乃其究竟 百无一时 陛下人数 又屈法荣之 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 衙子之贤 即称有密 义人背诵 百人满欲 使者推补 灌溉如是 或为陛下爱义人而害百人 天下庸庸 莫知宁锁 沉闻随之末代 天下游平 阳全敢作乱 不愉悦而败 天下之壁 未至土崩 争人之心 游望乐业 阳地步 物 遂使兵部上书凡子盖专行图路 大穷党羽 海内豪市 无不离央 遂至杀人如麻 流血成则 天下敏然 使思为乱 于是雄结并起 而随族亡以 夫大欲一起 不能无烂 冤人须皆 胆伤何弃 群生利益 水汉随之 人即失业 则祸乱之心处人而生矣 古者明王众胜刑法 盖据此也 西汉五帝十五古玉起 使太子奔走 冰交公爵 无辜被害者已千万数 宗庙己赋 赖五帝得胡观三老书 豁然感悟 宜江冲三族 于玉不论 天下已安耳 古人云 前 世之不忘 后世之师 福愿陛下念之 太后不听 下 四月 太后祝大仪 至北阙 以曾长欠为内使 六月 新卫 以苏梁寺为左相 同凤阁鸾台三品为代驾为右相 吉卯 以为斯千为纳言 苏梁寺玉森怀溢于朝堂 怀溢眼千不为礼 梁寺大怒 命左右昨夜 披其夹树时 怀溢于太后 太后曰 阿师当于北门出入 南亚宰相所往来 悟犯也 太后拖延怀溢有巧思 故使入境营造 普缺常设王求礼上表 以为 太宗时 有 罗黑黑善谈琵琶 太宗焉为吉使 使教宫人 陛下若已怀疑有巧幸 御宫中驱使者 臣请焉之 恕不乱恭为 表寝不出 秋 九月 丁卫 以西突阙既往绝克寒之子胡瑟罗为右育前卫将军 习既往绝克寒压无弩师必不落 几四 雍州延新丰县东南有山涌出 改新丰为庆山县 四方必贺 将陵人于文郡上书 天气不合而寒蜀病 人气不合而游坠生 地气不合而堆附出 今陛下以女主处扬位 反义刚柔 故地气塞格而山便为灾 陛下为知庆 山 陈以为非庆也 陈于以为一侧身修得以达天谴 不然 央获至已 太后怒 流于岭外 后为六道十所杀 扑绝入寇 左阴阳为大将军黑尺长之巨之 至两井 欲突厥三千余人 剑堂兵 接下马换甲 长之以二百余其冲之 接弃甲走 日暮 日暮 扑绝大志 长之令营中燃火 东南又有火起 鲁夷有冰相应 岁月顿 敌人结为宁州刺史 右台监察御史 近林郭汉寻查龙右 所至多所暗和 入宁州境 其老歌刺史得美者迎路 汉见之于朝 征为东 观世郎 上一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